全球舆论大动态 近代有报天天读 大家好 我是吴学兰 西方的圣诞节就到了 但是我觉得今年这个圣诞啊 他们日子不好过 奥米克戎在肆虐 圣诞节的礼物都不好买 而且现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关系 那是相当的紧张 具体情况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来了解 我们首先看一下啊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他任内 第17次年度记者会上 是怎么谈俄罗斯和北约关系的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国际聚焦 这次记者会呢 普京差不多是4个小时回答了55个问题 很多都是很尖锐的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香港的明报 以及俄罗斯的卫星网 你看普京说北约厚颜无耻的欺骗俄罗斯啊 这一国总统把话说的这么重 为什么呢 就是普京说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 北约曾经是口头答应不再东扩了 可是北约这个话说了之后啊 又搞了五次东扩 所以呢 直接就是啊 这美国的导弹都部署到俄罗斯的门槛上了 恨不得啊 有人都站在那个门槛上 非常严重的在威胁着俄罗斯的安全 所以现在呢 其实普京也是在催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呢 要立即回应俄罗斯的诉求 那么就是啊 要用法律文件的形式呢 固定下来 北约今后不再东扩 但是北约方面怎么回应呢 我们看一下 今日俄罗斯 这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他就说啊 北约从来就没有承诺过不要东扩 所以你看看没有一个白纸黑字的东西啊 现在双方究竟是谁说的真 谁说的假 弄不清楚了 再来看一下 法官网也在关注啊 Presiden Trasiska Federati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闻会上的 应该是一个背景 看俄罗斯的这 版图相当之大 但是普京说了 没有一寸领土是多余的 那么俄罗斯是不是能保证不入侵乌克兰呢 在这个问题上 普京从来都回答说什么呀 乌克兰局势现在非常紧张 那不是俄罗斯造成的 那是北约造成的 而且呢 他这次记者会上 还有一个灵魂拷问 他说如果我要是把这导弹 部署到美国边上 你比如说 部署到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线 部署到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线 大家看看 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不是灵魂拷问呢 意大利总理 德拉吉也是欧洲央行原来的行长 他说了个实话 他说什么呀 就现在欧盟其实是缺乏手段 来应对乌克兰危机 虽然啊欧洲啊北约啊 天天叫嚣什么的 我们要对俄罗斯施以史上最严厉的制裁 可最终能够落实的那些制裁会管用吗 具体又有什么东西呢 其实现在西方也没说出个非常明确的内容 这香港明报关注到的 再来看一下美国之音 以及美国的世界日报 现在啊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张 甚至呢互相指责都派供应兵到了乌克兰 但是不能老这么紧张下去啊 这弦太紧了得断 但是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呢 还真不能走向向乌克兰某个部长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双方现在准备谈啊 美国和俄罗斯方面准备明年一月的时候就要开谈了 但是这次谈呢不是说普京和拜登谈 而是他们下面的一些官员谈 但普京也说了啊 美国拿不准是这次是真谈呢 还是就是为了谈判呢 想现在说一点话 积攒一些筹码 那么德国方面呼吁是诺曼底市的这种方式 要回到谈判桌 也就是法国 德国 俄罗斯 乌克兰四个国家好好地谈 再来看塔斯社参考消息 以及英国路透社的消息 那么俄罗斯和西方关系不好 大家自然就会想到 你看欧洲很多的国家 这大冬天的他们的天然气要依赖俄罗斯 现在呢欧洲天然气价格高了 那普京就说高了哈 你们别赖我 俄罗斯对欧洲断供呢 我是出于商业考量的 那前段时间他就说了 我自己的这个储备不够了 但是我们知道啊 天然气的问题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 它一直都不仅仅是个天然气的问题 再来看一下塔斯社文汇报 还有斯布尼克俄罗斯的媒体 也是在讲在这次的大型记者会上 普京还谈到了中俄关系 以及中国的一些问题 你比如说普京就说 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 他说现在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呢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今后35年呀或者是50年啊 你就所有的标准 所有的指标来看 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啊 普京对中国是寄予厚望 另外呢他也谈到俄中战略关系 是国际重大稳定的因素 这确确实实 中国关系是所有国际关系当中的一个典范 他也还批评美国干扰北京的冬奥会 塔斯社香港的亿都关注啊 你看多国外交抵制 北京冬奥是不可接受的 这个目的也是不再体育 亦在遏制中国的发展 而且很有意思啊 普京还专门讲 他和一个美国前总统聊过 抵制奥运这事 他说那个美国的前总统就说 抵制奥运会是不对的 他指的是谁呢 老朋友特朗普 再来看香港01 以及法国方面的媒体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 禁止进口新疆产品的法案 真的是很无聊啊 又把这手伸到了中国的国内政 这个事务方面了 这个法案呢 就是和维吾尔强迫劳动有关系 所以呢 你看看信报以及路透社 都关注到一个相关的新闻 英特尔呢 是在这个美国企业里面啊 率先 刚才我们不说了吗 美国又出关于中国新疆的法案了 所以他想积极表态一下 就说要停用涉疆的产品以及服务 怎么样啊 现在不就出来致歉了吗 因为说实话 你要停用新疆的棉花也好 或者其他的一些产品 对于英特尔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2020年英特尔从中国市场 挣多少钱了 200多亿美元啊 这么大个市场啊 他作为一个重要的企业 他也不瞎 他知道 如果盲目抵制 效果后果是什么 再来看一下信报 彭博社 以及香港的经济日报呢 还是关于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 中国买美国的这个货物啊 只达到了贸易协议承诺的59% 没有到六成 有一个原因啊 当然疫情肯定是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不断的再破坏中美贸易之间的一个氛围 所以现在中国商务部呢 说保持沟通 也希望扩大合作 那美国非常希望呢 和中国这个贸易平衡啊 顺差逆差 它有一个平衡 但是现在的的确确 全球疫情之下呢 有很多东西都不那么正常 那美国如果你继续让这种不正常 不确定的因素扩大 对于美国的经济 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是没有好处 最终啊 美国的企业 美国的消费者是很倒霉的 我们再来看英国的路透社 以及香港01 中国电信有一个表态 虽然呢 美国这个联邦通信委员会 要他们停止在美国的一些服务 但是他们说 继续美国大部分的业务运行 因为呢 FCC啊 就是联邦通信委员会 你没有权利要求我暂停 联邦通信委员会 要求他们暂停的是公共服务 现在呢 中国电信说 要把这个私人领域的业务搞好 我们要对得起签过的合同 你看这态度多好 台湾方面联合新闻网 以及旺报关注到的李毅虎 这是北大的台湾湾研究院的院长 他就讲 现在呢 美国啊 他正在把一中政策 一个中国政策 变得空心化 然后呢 美国希望增加蝴蝶效应 然后就把大陆应对的这种不适感给提升了 但是中国大陆不会让美国的计策得逞的 再来看一下德国之声等媒体啊 立陶宛 立陶宛 我们先给他算个账哈 立陶宛的工业 如果呢 今后中国制裁的话 他有多少的损失 50亿欧元啊 对一个罪儿小国立陶宛来说 这笔钱呢 真的是多得不得了 而且我再给他补一刀吧 现在让立陶宛为难 还不仅有中国 那还有白俄罗斯啊 还有俄罗斯呢 很多业务呢 都停下来了 损失之外呢 立陶宛还得赔钱呢 再看看啊 你这个成本是否殃及 持余这次殃及的是德国企业 因为德国说 我们在立陶宛 我们在中国 都有一些分支企业 你像现在在立陶宛的企业呢 那从中国本来可以进口一些零配件 然后产品卖到中国 现在不都停下来了吗 所以啊 立陶宛这是还祸害了相关国家 中时新闻网 共同网等一些媒体呢 这是一个解密 我们来看看 说海湾战争时期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美国总统当时是老布什 这个老布什就要求日本派自卫队 那会儿日本的前首相是海部郡树 然后呢 就应美国总统的要求 日本就参加了这波斯湾的战争 但这事儿现在才知道 日本派过去的是什么呢 是扫雷艇 好 更多的消息 就是今天的国际速报 看一下美国之音 以及俄罗斯的卫星网 德国的海军司令惊叹 中国海军军力是爆炸性的扩张 然后他表示很担心 我们中国外交部怎么回应呢 你德国想要扩充你自己的军力 想要改变你现在的国防政策 你干嘛要拿中国说事啊 再来看香港01彭博社 以及香港的信报 中国要派人的帮助 所罗门群岛培训防暴警 但还有一些防暴物资 但呢所罗门群岛 它呢其实是处在澳大利亚的 一个所谓的势力范围 因此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 都予以关注 再来看一下法官网等新闻 欧洲半导体芯片计划 欧洲半导体芯片呢 他打算减少对中国和美国的一个依赖 意大利和英特尔谈判的投资建厂 其实现在包括德国呀 法国呀都有所动作 确确实实不想受到中美关系的一个影响 让他们自己的芯片供应的也成问题了 再来看韩联社香港01等媒体 中国驻朝大使呢 很快就要离任了 金正恩在中朝关系呢 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啊 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很高 那么要离任的是中国大使李进军 他也是驻朝时间最长的一个大使了 六年九个月 当然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疫情 因为朝鲜呢 已经不允许啊 你包括中国大使要离开 他都不让 其实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 中国方面已经选定了 接替李进军大使的人选 但一直没能够复任 另外李进军离任这件事情呢 还可能代表着什么呢 就是会不会平壤和北京 包括平壤和其他这个国家之间的这种高层互动啊 贸易啊 要启动了呢 之前呢 朝鲜方面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 有可能会松动 再来看一下韩联社等媒体啊 正在新加坡访问的韩国防长说 韩美同盟横巩固啊 但是还需要对中国好一点 环球时报韩联社等很多媒体都在关注一个比较大的消息 那就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呢 也豁免了前总统朴景慧 朴景慧本来被判了要服刑22年 现在已经服刑了1730天 是韩国所有前总统啊 都是身陷淋雨的前总统里面服刑时间最长的 为什么这次特赦他呢 因为是健康原因 除了肩膀痛腰痛这些老病之外啊 朴景慧现在精神以及他的牙齿 这个状态都很不好 说都不能咀嚼食物了 另外呢 朴景慧他的妹妹啊 叫朴景玲 最近呢也是说要参选下任的韩国总统 不过希望不大 再来看一下文汇报明报等媒体 这拜登有一个标态 2024年如果我健康可以的话 我还是要再争取连任的 然后就有人问了 那你是不是要和特朗普PK啊 拜登很有自信的说 特朗普如果参选 那岂不是给我更增添了动力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场健康之争啊 看谁状态更好 再来看纽约邮报以及大公报 我们刚说拜登准备了未来 那么哈里斯怎么办呢 哈里斯目前啊 其实在美国这个政坛不是很受欢迎 说他比较强势 然后呢 他从来不看下属给他准备的文件 但是当他哪个问题回答都不好 他还要赖下属 这做法太不打地了啊 所以民主党觉得现在是后继无人 香港的新报半岛电视台 沙利文 这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呢 他正在以色列访问 见总理贝内特的时候呢 是谈到了伊核谈判 说下月底有可能就要结束了 再来看香港01等媒体啊 那既然这谈伊朗问题啊 以色列方面呢 有个人说话很牛的 这是以色列后任的空军司令 他说有能力明天就去袭击伊朗核设施 真敢去吗 对吧 再说了 这后任的司令一般是说话最强势的时候 当上了就理性多了 再来看一下亚洲周刊毛峰先生的文章 我们知道在日本啊 这个少子化现象很让他们担忧 而且是愈演愈烈 你看看日本人口积减 但是呢 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在日本的华人人口是呈现稳增的 所以呢 也成了最大的外国族群 日经中文网关注到的呢 是日本有一些不那么大的城市啊 我天哪 已经看不到年轻女性了 为什么 因为当地不给年轻女性提供很合适的工作 以及上升通道啊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考虑一下哈 再来看一下纽约郵报 以及香港的大公报 TikTok击败了谷歌 夺得全球流量的冠军啊 虽然呢 华盛顿啊 一直对这个字节跳动有打压 但是TikTok依然是赢得了很多的人气 疫情期间下载量激增 再来看文汇报 世界日报都在关注的就是欧洲方面啊 当然也包括这个非洲方面的疫情 哎 是不是真的呈现了来的匆匆去的快呢 说南非的奥密克戎已经过了他的高峰期 重症呢 少了七成 住院风险呢 比德塔要低八成 但是世卫组织说啊 这可不代表疫情减弱 呃 然后呢 住院这个重症风险较低 这是不是最终的一个结论 因为奥密克戎问世的时间就不长 所以还是需要关注 尤其不要轻易放松这个防疫的神迹 我们再来看一下文汇报等媒体 哦 这个圣诞节我一开始就说了 可能希望有些国家日子不好过了 你看看这个 英国尤其受到了疫情和脱欧双面夹击 圣诞大灾或要走猪 这是一个香港的这种说法 也就是说他们爱吃的一些猪肉制品都没有了 这个圣诞圣诞说啥没有灯 您说是什么样 哇好惨的灰暗一片啊 这个也缺 然后加拿大呢 没有糖果 那我就不知道小朋友的圣诞该怎么过了 再来看一下文汇报信报 嗯 我这边说着哈 这个西方国家供应链成问题 拜登对我这个说法不大认可 他说圣诞档期供应链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怎么解决的 你看看啊 这美国人说这是我自己解决的 因为我提前供货 我自己去采购我都根本没有你的货车司机 啊 继续来看一下吧 在疫情还在飙升的情况之下 这圣诞节怎么过呢 怎么过我们都要心怀善念既往未来 进入大圈世界 大家一起祈福吧 欢迎回来进入今天的中华聚焦 来了解关于中国的事情 先来看看啊 现在呢 有一个巨型的 巨无霸的央企 问世了 而且呢 它的分量非常之重啊 因为这是中国稀土集团成军 邓小平曾经有一句话叫 中东有石油 中国有稀土 而且中国稀土的储量呢 世界第一 并且种类非常齐全 17种呢 是都有的 香港经济日报 明报 台湾的旺报 都关注到了这则消息 但是之前啊 中国整个稀土产业成乱 呈现的是小散乱弱 所以呢 说稀土没有卖出这个稀啊 珍贵稀有的价格 却卖出了一个土的价格 不行啊 现在呢 我们就要稀土成立个国家队 提升战略资源的一个控制力 其中统筹产能 增加定价的能力 都是这个目标 另外呢 也要聚焦的就是科研和开采 你看 国家队组巨头 产业链攻防战 呃 曾经呢 在日本和中国折腾的时候 拿钓鱼岛生事的时候呢 我们中国就在稀土领域呢 狠狠的收拾了日本 再来看香港的新闹报 以及明报呢 同样也在关注 中国稀土战略反制美国科技的封锁 稀土航母启航有力应对美国的科技战 啊 稀土航母这个名字相当的霸气 再来看中国经济网 以及香港的大公报 哎 我们知道呢 这次新组的这个呃 稀土航母是在江西赣州为它的总部 在北方啊 在内蒙古的包头 我们还有一个北方稀土 现在就形成了南北啊 两个之间有个互动 那看看啊 内蒙古方面的消息啊 中国包头稀土产业论坛呢 也是举行了 另外内蒙古 稀土的高新区呢 和华为也在合作要搞数字 经济 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 以及香港的大公报 哎 曾国卫 呃 这是香港方面哈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的局长 他就驳斥华尔街日报有谬论 华尔街日报呢 显然就是拿这次刚刚结束的第七届 香港立法会的这个投票率在说事 但他们自己的成绩怎么样啊 咱看看人民日报哈 有数字有真相 西方一些国家选票 这投票率观察 呃 首先就是低投票率 是近年来国际的一个普遍现象 他们低到什么程度 你看看啊 呃 他们呢 洛杉矶 20% 还有一些大城市的投票率 只有个位数 所以这次呢 他们看不到香港135万市民选民去投票 那为什么呀 他们是装看不见吗 他们是装睡的人啊 再来看一下香港的星岛日报 陈东啊 这是中联办的副主任 能解决问题才是好民主啊 美式民主自己是什么呀 成绩单差的是一塌糊涂 所以呢 我们香港的民主是什么 首先我们的人选都是五光十色 而且是扎扎实实 要为市民报好事 要让香港良政善治 台湾的汪报啊 半月谈以及信报都在关注 现在西安的疫情 大家挺担心的 哎 这次西安防疫呢 说大失所望 这谁说的呀 国家通讯社下面的半月谈 这是官媒说了这个话哈 你看看 拷问西安疫情 千万人口重镇 为什么表现到这种程度 你看 他呢 已经传了272人遍布五省 其实这次西安疫情有一个特点 就是现在搞不清楚这个源头 所以发生了呢 多点是这个社区的一个扩散 包括到了你看河南啊 广东啊 北京啊 都和西安这疫情有关 很多轮的核酸检测也没有查明白 所以啊 的的确确要拷问他们了 现在是一种封城的状态 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的民报 冬奥会倒计时了 哎 有可能会有病例啊 而且你看我们很自信的说 一定会有病例 但是啊 没关系 我们未与筹谋 做好准备 带着N95鼓掌来代替脱掉口罩 呐喊 用一种其他的方式来为奥运建而住 好 更多消息进入今天的中华速报 香港新报 李克强总理提五招要稳外贸的发展 香港当公报关注到的是 人民币全球在外储里面占比呢 升到了2.66% 这时创下了新高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新报等媒体关注到的是 哇 现在中国家庭财务紧张了 恐怕是入不敷出啊 所以呢 还要可持续的观察一下中国居民的债务 人民日报这个图片新闻 让我们看到这个美景呢 这是长白山和东华之间的高铁通了 那么长白山著名景点今后游客会更多 而且呢就是高铁通了对于东北经济振兴有帮助 文汇报呢关注到啊 最近你看看严打水军 黑公关网信办呢又拿出重拳 因为这个网上现在乱象丛生啊 你比如说你看淘宝京东 五个平台呢都被约谈 要他们整改突击直播带货竟然有36%不达标 啊除了前几天这个威亚被罚 因为没交税之外呢 我们记得这个李佳琪啊 口红一哥他说什么呢 我们要老老实实直播 本本分分经营啊 那网上的好多事小哥哥小姐姐的事 我不懂 但是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所以呢网络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 那么大家通过新兴业态来 正合法的收入是一件好事 但是违法的事情不要再干了 现在监管是非常严格的 尤其这些大平台淘宝啊 京东啊 如果你们约谈之后还不整改 面临的是什么呢 必须是重罚 好最后的时间呢 想跟大家聊一聊 日本和美国又有很新的 而且是军事方面的一个动作 香港媒体怎么说哈 香港01 台湾的旺报以及共同社呢 就说现在日本和美国已经制定了作战计划的草案 他应对的是台湾的这样突发的事态 准备怎么样呢 你看美国准备在日本啊 就是这个琉球群岛一带 他要设一个攻击据点 也就是一个临时的军事基地 当所谓台湾有事 而且呢 日本政府觉得日本需要美国出手的时候 美国就会派一些人 也会带着一些啊 不提前会部署一些武器到琉球群岛 具体地点目前没有选定 因为琉球群岛呢 大概他有200多个岛 所以这些呢 美军的临时军事基地 有可能也会换来换去 但说实话啊 第一个发生的后果是什么 那些岛上其实现在都有 日本的老百姓在居住着 如果你日本非得要被卷进去啊 卷进一些事情当中 首先倒霉的就是当地的老百姓 因此现在的百姓呢 其实已经在抗议 在反对 我们知道啊 日本驻日美军 你比如说莆天监基地 那周围发生了多少 让老百姓很痛苦的事情啊 这个驻日的美军 觉得自己有治外法权 今天上街强奸女学生 明天去不戴口罩乱走 因此呢 如果说再加上之后呢 会有一个临时军事基地 一定让日本百姓当地的生活 被缴的那是鸡犬不宁 那为什么日本和美国 现在要搞这样的 所谓的一个联合军事动作呢 其实和今年春天的时候 日美联合声明里面 提到稳定台湾 是有重要关系的 我们知道呢 今年春天啊 日美这个联合声明 提到台湾稳定这个事情 也是五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啊 说实话 上次日美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无论是中美还是中日 都还没有见教 眼下 日本呢是充当着美国啊 对抗中国的一个马前卒 他呢 除了中日之间的调要问题之外呢 他还要把这个台湾牌 狠狠的打一打 最近我们也看到 这个岸田文雄呢 他又设了 在他这个外务省 也就是我们说的外交部 设了台湾政策协调员 包括呢 日本今后的这个国防预案 里面这个钱有大量的多了 包括呢 日本说哎部署在我这里吧 跟美国讲啊 你可以部署一些能够直接打到中国内陆啊 附地的一些导弹啊 那么也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日美已经在考虑啊 针对台海的形势呢 要搞联合作战行动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的是什么呢 明年春天的时候 岸田文雄还要去访问美国 日美之间的二加二 外长房长的会谈还要举行 台湾话题都是绕不过去的 他们也没想绕过去 所以今后呢 中日美围绕台湾问题呢 还会有一些博弈 但是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这个话我们要一再的重复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是周末 祝您周末快乐 下周我继续为您有报天天读 下周我继续为您有报天天诺